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面他有放了一段新闻 但那段新闻 他场面拍摄的概念 大概只有四五秒钟 而且他记者在外面也讲 没有任何细节披露出来 那我们只能看到场面了 跟这个阿根廷的 当时的状况不同 他们不是吃饭 他们用了午饭的时间 但是没有饭吃 那用了午饭的时间 没有饭吃 应该讲双方态度 应该都比较冲突 不是 应该气氛不是很友好 我看过那一段 我一会儿看 我们能不能放 因为他没有整体的 我只看到这一张整体 他从气氛的角度来讲 不是很轻松 不是很轻松 从他们的角度来讲 同样表现出不是很轻松 这是非常显然意见 所以没有午饭 在用了午饭的时间 没有午饭 那也就大家谈完就完了 谈成什么样不好说 那与会的人 这是比较全的 这个纳瓦罗 最反共的 他的女儿出现了 这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这个人我不知道是谁 这应该是财长 川普 美国国务卿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那这边就照不着了 我只看到那边 那有道理相信呢 这边应该是美国商 美国贸易代表 美国贸易代表 罗伯特 应该还有他的女婿 就是他先生 应该还有一个人 我们再看到在 这个团队基本上是 川普跟澳大利亚 当时谈判的团队是一个团队 中方没有 这是习近平 这边有四个脑袋 所以中方来的人 应该跟阿根廷当时的状况 基本类似的 但我不知道阿根廷当时 这个人应该是 这个中共驻华盛顿的大使 所以在阿根廷的时候 那是不是有他 就不知道 但这边是中方还是九个人 所以这是前后人员的搭配 多少有点差距 但美方基本就是 基本就是这么来的 那这个中间这个年轻人 可能是他有一个 中国问题专家 那个人呢 叫马修应该是 可能是他 我不太确认 因为马修是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当中 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系统当中 最高的中国问题专家 他曾经在北京待过几年 曾经做过记者 在做记者的时候 曾经被公安抓过 在北京被公安抓过 把他写的东西 就是逼着他在这个 在这个洗手间 把他写的东西都给撕掉 然后用冲水冲走 把他录的东西都给砸碎 我印象应该是 是这么个年轻人 年龄比较小 后来这个人进入了 这个大概是进 是不是进入了中央情报局 还是怎么样 但他确实是 在川普上任之后 在美国政府中最高的 他的级别 他的官位 没能达到那个位置 但是他实际操作 开始中美谈判的时候 这个人叫马修 他确实是负责中国的 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 那在他的 在这里面呢 这是反共的 这是反共的 如果他是马修 他是反共的 那他是被 被共产党骂得不亦乐乎的 和美国贸易代表 所以这是 我们这是 只是跟大家分享 会议的场面了 在我刚才看了一小段 上来之后 还是习近平发言 习近平拿了个小本 也就是拿了个小本 但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呢 他拿的 跟这个刘鹤拿的 应该是一样的东西 其他人没有 他们两个人有 所以拿了一份 他们准备好的东西 那习近平上来念 这个场面 跟这个阿根廷峰会时的场面 基本类似 基本类似 所以这是一个 你让我说 这就蛮有趣的一个故事了 那我只能说 叫蛮有趣的一个故事 这是我们看到 这是我们看到 那说的是什么 没有 中间有一段 有一段内容 他插了句话 但是呢 很少 非常好 所以整个场面是严肃的 跟大家放一下 看这段新闻 我不知道放会怎么样啊 我们试一下 这是BBC的一段新闻 就是讲他们之间 今天上午见面的这段 所以他大概讲 就是说时间太短 他一个半小时 但是涉及到问题比较多 所以他不认为有可能 有可能能够达成什么 这是刚刚开始 大家带这个翻译器 所以你可以看到表情是非常严肃的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笑容的 川普的表情非常严肃 不太那个 所以习近平是先说话了 美国和美国和中国 在1970年间开关关系 在1970年 所以两个领导们 希望这些领导 能够好 我认为 我们可能会看到 是两个领导 可以让他们 能够达成交战争 然后让他们 所以没人知道是什么 我查了川普的推文 川普推文是在今天早上发了个推文 后来他现在开会 他说在重要的见面会议之后 包括跟习近平见面之后 他要离开日本直接去韩国 要跟金 要跟这个 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一起过去 那在那儿呢 他说如果金正恩 如果看见的话 他说我希望金正恩呢 能够在这个 南北朝鲜之间有一个 停火区 停战区 就是 应该是就叫停战区了 希望在那儿能跟他见个面 跟他握个手 说个哈喽 我以为这都是川普的特点 应该是 就我个人以为这是川普的特点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内容 基本就这些 很难说成与不成 但是呢 跟大家分享 第一时间分享了 当时会面的场面 所以从 从整个场面的现实状况来讲 就我个人以为 从我们看到的有线资料 川普不太高兴 而且是一种挑战 打仗的 一种打架的态度 展现在面前 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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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先来 让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和我们来看